OK,回来第三节,然后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是Active的那一个叫做Pickup,然后是有两个店的,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会讲的就是这一个,这个是Active Pickup咯,通常都是这个比较出名啦,EMG,还有就是Samuel Duquen,Fishman, 就是说,如果我在市面上看到的,如果它是没有那几个就是很明显的那几个,好像磁铁的话是吗,这些就是很难讲,很难讲,这种Passive的也是会有,这个Passive也是会有,就是盖着啊,你用肉眼,如果它已经fix在吉他里面了,你这样子去看它的外表,你没有去看它的后面能不能够翻车,你是看不出了啦,因为它也没有把它的series number写在这边,它只是印它的, 它的brand的名字,它的logo罢了嘛,那能不能够说,就是说如果我看到EMG的话,它就是Active的,不能够这样讲,所以EMG它也有出Passive的,它也有出Passive的,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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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个,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有找来找啦,就是Curt Helmet它也是,就是它啦,Metallica里面的Curt Helmet,它就,它是用,属于是用Active的,它是EMG的中,中,中性质质质, 中性质质啦,中性质质啦,OK,我们回来这边,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张图,OK,这个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把电子吉他,这是它,就是,怎么样去拍,偏拍那个,呃,single effect啦,如果你买multi effect的话,基本上它已经帮你,偏拍好了的, 所以这个,这是你买single effect,你怎么去偏拍,这幅图是相当仔细啦,OK,所以是先从电子吉他,电子吉他出来,去tuner,OK,so tuner,它能够选bypass,或不bypass啦,OK,so bypass的话,它会,声音会出来咯,会从m出来咯,不bypass的话,它声音会出来了, 然后咯,你就能够在tuner上面看到你,你调音,你的swing是几多,那么现在的tuner有可以讲说,嗯,430到450,我们平时的是A,440,440是最标准的,OK,什么是440,430?它的,它的,它的hz啦,对,它的hz,啊,是,刚才我是讲,可以去到500嘛,对,啊,这450,这个是A4A,它的A,这个A note的hz,它的,啊,是430,430很明显, 明显,数目少一点,就是比较低一点,嗯,450比较高一点,但是它们还是在A的范围里面,OK,OK,so,通常就,一般啊,不会去drop,或者是,去raise的啦,啊,都是用为440啦,所以有一种tuner,现在很流行的叫,tuner就是调音机,对,chromatic,chromatic tuner,chromatic tuner呢,它,它会有那个,会比较准确一点,啊,差一分,差两分,它能够,它都能够显示出来,嗯,就是, chromatic tuner的作用啦,OK,在市面上销售,来的比较贵一点,嗯,OK,so,它能够,让吉他与其他的,嗯,乐器配合,然后,你的谱还是照走,但是,你调音,你调去,例如讲说,有些brass的,的instrument啊,或者是,啊, 啊,flute啊,这些,他们的,音频是,已经fix了的,嗯,B flat,啊,F flat,F sharp,已经fix了,他们不能够调音,他们不能够tuner,但是,吉他,很灵活,它能够tuner,有那个弦可以tuner,啊,但是,你,你没有理由,你,on stage的时候,你还在,用听,还在用forb,在那边,调来调去,你就直接用这个,OK,可以tuner, 啊,接下来是Wa,Wa Paddle,Wa Paddle,也有分,有,基本有分,这个,Cry,和Wa,Auto Wah,Auto Wah,Auto Wah也有,Cry Baby,Hell Baby,很多啦,市面上很多啦,OK,Wa的意思,其实,如果以华语来讲的话,就是,Wa的声音,Wa的声音,它是把它的那个,frequency的范围啊,如果它minimum的话,把frequency的范围缩到最小, 如果maximum,就把frequency的范围,是最大,这个以后,我做示范给大家看的,所以它基本上,如果一条鞋是当,如果你step下去的时候,它把tun,它把frequency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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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是那个能够调上下的,是吗,就是,脚踩了,脚踩,好像踩,现在有auto的,现在有auto的,好像踩,脚踩,脚踩,那个,那个,我们踩油的,那个,对,对,那个是,啊,不过现在,Stormbox也有做到, 有auto的,就是你,你可以调它的快慢,你可以调它的那个,啊,responsible,你可以调它的那个,那个,那个bar,去到哪里,啊,这些auto哇,哇,它有分cry,有分哇,ok,cry是比较,切地私利的,啊,切地私利的,啊,切地私利的,大概是这样,啊,ok, ok,so,ok,compressor,compressor,我刚才有秀给大家看,compressor,sustainer,轻声那块,那个是berringer的,ok,啊,so,compressor,它是压缩,它把你的signal,全部压缩,为什么压缩呢,有时候我们去弹一些rhythm,ok,好比讲,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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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每次下的力,很难去保持一样,哦,so,它的signal,可能有时大声,有时小声, 对,so,ok,这样我们玩吉他一定懂了,啊,so,compressor,它能够做到一点,就是,它能够把你的signal压缩,成为,你想要输出去的,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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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样,这样,如果是说,你把它release掉的话的话,让它bypass的话,是吗,嗯,那就是说,它就没有用到它的功能,没有用到它的功能,也就是说,我,弹吉他的时候会比较有情感一点,嗯,你可以用你的,你可以用你的,对,不要有情感一点, 你自己,如果那个时候,你,突然间很疯狂,你想让人家知道那种愤怒的感觉的话,啊,对,那种,高昂的感觉的话,你就要踩着,啊,就是让,release掉它,release掉它,然后,然后,它也不只是,让你的,那个,音,保持一定的,那个,frequency,它,还有其他作用的,例如讲,Attack,嗯,Attack这个,你玩Keyboard,你就会知道了,ok,因为,乐器基本上,有分Attack中跟Attack, 甚至没有Attack,Attack 是什么呢,Attack就是,那个,当那个,那个,那个,那个h,很有,有攻击,有攻击力的,银琴算是Attack咯, của saker Soft 歌 Queeram еще Mod books han Other Ace 因为小笛琴就不是Attack咯,小笛琴Xen 他好像有时候听到别人有谁拉他好像很高昂这样的,eh, ohne SENA 高昂那个,也不算Attack吗? 就是 它是很,它的音频没有那个攻击力的 它不是有,它不是大声过后再小声 那Brush呢? Brush啊,Brush也不算是Attack Attack基本上是要有那种被敲到的感觉这样 所以你钢琴的话就 它就有那种感觉 对,然后后来又有出那种Electric Piano Sound的Tune 那种又没有了Attack了 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啦 有些人喜欢Attack,有些人不喜欢Attack 那刚才你讲到Compressor跟Attack 它是也可以控制Attack的 它也能够控制Attack 让你的吉他发出的那个攻击力强还是弱 有时候不需要这么强 所以它是可以调啦 还有很多作用啦,要看什么公司出的啦 不过基本上Compressor & Sustainer 就是共用在一个Single effect上面啦 Sustainer是什么呢? Sustainer就是让你的声音延长 OK Sustain啊,Sustain它延长 例如讲你把Sustain关掉,有一些玩Matter的Rhythm 不需要这么长的Sustainer 不需要这么长的Sustainer 它就把Sustainer关掉 OK 它那个要Attack嘛 就把Attack开枪它 明白 明白 后来 过后 如果你好像Solo 有些人的Solo 他们吉他 基本上吉他的弦在动才有声音 停下来就没有声音了 可是你总不能让你的吉他先一路动动动动动动 一分钟两分钟 不让它断嘛 除非你再弹它嘛 可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延续它的音了咯 所以就要靠这个Sustainer 有些好的Sustainer甚至可以延长到五分钟 OK OK 就是电子电子一去在做怪啦 OK 然后它如果有一些还可以调Turn 可以调Level Level是你的大小声的 OK OK 所以这个 有时候这个也扮演很重要的地位 你会用它呢 你可以让你的整手的整手曲子很Stable 如果你不会用它呢 反而它层也Compressor Buy也Compressor 好吧 你搞砸了 OK OK 所以你也是要会Set Setup OK 接下来就去这个 那下次你就要分享这个 因为如果你在看不到的话是吗 基本上它上面有一个Level 有一个Tone Tone Tone 有一个Attack 还有一个Sustain 这些都是一个Button都能够调Minimum跟Maximum 或Low跟High的 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就是分享说 如果每个东西我们调一调的话 它的感觉是怎么样 可以示范给大家看 OK 那我们Next OK Distortion Overdrive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ODDS OD是Overdrive DS就是Distortion 所以如果Overdrive Overdrive它的感觉上是 可以打个形容 Overdrive它是一个君子 稍微脾气暴躁一点的君子 Distortion是一个歧视 很疯狂的歧视 可以去到很疯狂 Distortion 那它用在同一个Effect里面吗 它是有分的 如果你会调的话 你Overdrive你都能够调去Distortion的感觉 OK 要看它的强度去到哪里咯 那以前我买那个BOSS属于是Distortion DS1啊 橙色的 橙色的对 那个是DS1 那个是Distortion 其实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Overdrive是在 打个比方啦 OK我们有六个Stage Overdrive的Stage 可能是Level1跟Level2 So Distortion呢 它是Level3到Level6 OK So Level6啊 就可以可能去到Matter 然后Level5 然后Level5 可能可以玩好像那个Steve Vai这样子 有一点 有一点 咆哮的 Level3 Level4 这些能够玩Blues Blues啊 Overdrive也是能够玩Blues OK Overdrive的Level2也是能够玩Blues Level1呢 基本上跟那个Clear Sound 带少少的傻牙这样子了 OK明白 所以讲到这个ODDS呢 它还有另外一种叫Fast OK 这个是我 那打拆一下 嗯 其实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只有买过Distortion 嗯 然后我就知道能够想象它的声音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 我就在想啦 如果以后可以的话是吗 我们就单一个一个的Pedalizer 好像Wah的感觉 Compressor的感觉 Distortion的感觉 那一个个来介绍的时候它的声音 我们也想让你知道 那因为你在买 你在买这种器材的时候是吗 你可以先知道它的用处 对啊 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而且你到了那个Gitar Store的时候是吗 你可以试用嘛 嗯 你可以试用你知道怎么样用 你可以去玩一玩 对啊 不然你不会用 你去那边试而已 有时候也会出丑 对对对 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啦 就好像买吉他这样 你都不会skill的话 你去那边弹一个C 或者你再给人家笑 哈哈哈 OK啦 如果你有买哈杯笑你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觉得他买了个人家 那一条我只带一个C coin 跟着买一个三千多元的Gitar 凡事都开始嘛 不要紧了 OK EQ Equalizer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咯 调高音低音 可是它有一个Single pattern 有哦 它有一个Single pattern 嗯 好 Equalizer 它也能够 它也是在音效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它能够 就是如果你的Speaker 很压抑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Equalizer 来呈现更美好 嗯哼 如果或者是你需要某一种声音 让它强调这个声音 例如说 人的 人声啊 voice啊 或者是鼓声啊 背声啊 可是这个应该只有 只是for guitar 吉他的是吗 嗯对 但是 所谓的是overall的Equalizer 它能够做的效果 对对对对 它其实这个如果你用在 如果我们用声音mic 插下去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用的 Single tone 是啊 只不过它是mono 它不是stereo 啊 有人是经常会试这样的东西的 就是做我个边那个 经常会拿它不同东西插下去 哈哈哈哈 但是你要确保插下去不会搞砸 哈哈哈哈 不会爆炸 啊这个也是一个学问啊 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啊 就是不知道啊 哎不要乱插啊 size一样的插就可以了 不要拿size 2一样的插 哈哈哈哈 OK 我们再讲多一个modulation OK modulation 是刚才我有提到的咯 就是chorus啊 fasor flangor tomolo rotally 嗯哼 so chorus 就是大合唱啦 嗯哼 大家一起唱 它声音出来也是怪怪的啦 ok 怪怪的啦 所以这个是 这几个effect过后 你采用modulation 对 采用modulation来把它 做一个散后处理这样 可是它 你所谓的散后处理也只是说 因为我也是一把吉他进去啊 你能够这样让它大合唱 啊对 它能够好像 给你感觉上 有后面一般吉他在 在support你这样 这个真的是单评讲的话 就很难明白 对啊很难明白的 这个真的是要试给 那还有最后一个ambiance ambiance 嗯 等一下先 先讲完modulation先 modulation还有很多啦 这个 chorus大合唱嘛 OK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再回来 OK OK OK